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夜就抽穿了 破了前浪顶的阻力 而且他一次过 昨天已经升穿了几条线了 今天再升穿了 最后一条阻止的平均线 平均线是多少呢 就是100天线 今天再升穿了100天线了 虽然一鸣竹走势普通通 看到一个导转随头的走势 顯示短线可能有少少回途压力 但是中线的走势就转好了 估计短线稍微回吐之后 有机会再向上走 他还要支持区区在哪里呢 是3.8毫多至4.2毫多 如果有朋友觉得这股技术走势也算是可以的 也有兴趣操作一下 那就可以等他 刚才预测的短期回吐 你回吐下 逼近4.2毫多 甚至再低一点 进入这个支持区的时候 可以吸納一些 用低位做止蝕 3.8毫左右 就算是3.8毫多 做止蝕 拼它 整固完之后再次向上冲 如果再次向上冲 这下相信第一站有机会去这 4.8毫多 到时也有不错的升幅 所以都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就是中国中约的走势方法 这就是今天提供的潜力股 这个就在近排药物股 医疗股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留意一下